每道成功料理 背後都有一條精準的算式 在Kitchen 4 Plus 1 只要有四種食材 加一洋用品 就可以泡製出美妙的料理 跟著我們一起計算美味方程式 Lanis哥哥, 為什麼你不開心? 剛才我打算在樓下買下午茶吃 誰不知我想吃的下午茶 全部被人買了 Lanis哥哥, 不要扁嘴 我們自己弄就行了 好啊 四家一, 你和我都可以 Yay 今天我們做些甚麼食物 薯仔火腿絲蛋餅 那我們先做甚麼 先做薯仔 之後就做火腿絲 火腿絲, 是嗎? 是 我做薯仔, 你就… 蛋 蛋把和蛋黃分開 千千幫我切一些火腿絲, 好嗎? 好… 你們記不記得薯仔有甚麼營養嗎? 有維他命 是, 維他命是甚麼? 不知道 C 是, 維他命C D 薯仔有限量的炭水的化學物Q 薯仔有很高的炭水、化學物Q 會提高整體能量給我們 所以吃多點 就有足夠能量去應付每一天的挑戰 … 謝謝 有家家製吃了 � Orlando 你幫我, 鎖哥 雖然把薯仔�leşitä 好… 多爆發 我們浸一浸水才要 知道為什麼薯仔要浸水嗎? 我知道 因為有很多細菌吃, 會頭痛 所以我們平時要洗乾手 洗乾手才可以煮食, 是嗎? 是 其實是防止, 讓它氧化變黑 首先要洗一下薯仔絲 好, 現在要先煮熟的薯仔 問問你們平時怎樣做薯仔 當然是薯條 我可以自己煮一個番茄薯仔湯 番茄薯仔湯, 你自己煮嗎? 是, 我自己也是 還有什麼可以做什麼? 有…番茄蛋 番茄蛋, 薯仔熟了 好, 現在這個比較危險 好, 要把薯仔和水分開 很濃 隔開它們 隔開 隔乾水了, 之後要倒進去 你幫我倒進去火腿絲 我也要倒 你一起倒進去 好, 之後把蛋白倒進去 好, 你們… 芷晴, 你幫我拌勻 拌勻後, 我們就可以放進鍋裡 做這個火腿薯仔絲蛋餅 做這個火腿絲蛋餅 來進去 做肉飯後, 煮完 我煮完 沒有, 煮完 我煮過了 你不會… 煮完 我煮完 你煮完 有煮完 我煮完 我煮完 你煮完 我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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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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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好漂亮 很漂亮 做飯 做飯 各位觀眾, 翻轉 很漂亮, 金黃色 好, 接著給你們了 你幫我塗一些茄汁上去 一人做一個 你做那個 塗勻一點, 塗勻一下 這個好像是我的 小心熱, 不要碰到 再加一個鍋子 然後你們幫我加點蔥花 對, 它很美味 是不是很吸引? 好, 接著上碟就行了 好, 完成 很香, 快點試試 很美味 主持… 說得如何, 主持 是嗎? 好吃, 而且… 我正式怎樣? 是嗎? 是自己炮小的東西 是 還有呢, 特別好吃 我覺得很好吃 蛋特別好吃, 而且蛋很滑 很滑 下次再加其他材料 進去薯仔蛋餅裡 你想加什麼呢? 朱鵝糖 草莓和葡萄 薯仔 你的材料挺健康的 我們下次一起再做好嗎? 好 四塊一 給我五塊 太好了… 大家好, 我是朱鵬雪 如果大家想第一時間看到 更多精彩的新短片 和知道第一手消息 大家快點去 TingBick的YouTube頻道專頁 按下訂閱鍵, 那就可以了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